现在正值天气炎热之际 不少剧组正顶着烈日拍摄戏份 网络大电影《三流大英雄》 就是其中之一 在横电热拍的潘长江 刘云龙等一众演员 身着厚重的古装戏服 演绎了一场绝地求生的故事 大人 放过那座山上就是青山镇 地形上说 青山镇是个 包围青山镇 由企鹅影视出品的《三流大英雄》 讲述了一位青年 在面临强敌时突破自我 最终成长为英雄的故事 记者前去探班时 正赶上一场窝寇包围青山镇的戏份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 是我算出来的 我们已经在此工作多时了 你还想跑吗 来呀 专门给我打他的腿 我还算一个比较善良的窝寇 就是能掐会算 而且是特别爱好和平这么一窝寇 厚重的戏服 加上当地炎热的气温 为拍摄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一番摸爬滚打之后 演员们迫不及待地脱掉戏服 想要凉快一下 看来夏天拍古装戏还真是不小的挑战 就拿攀长江来说 身上的装备可是不少 哎呀 这衣服一上来 那里人的汗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我曾经发过誓 我说我夏天绝不去横电拍戏 天气暴暴37度 其实是40多度 我曾经数过一套衣服 加上大大小小的 这个所有的护腕 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 大概有十一二件 虽然天气炎热 但这回是攀长江 首次接触网络大电影 他坦言在体验不一样的同时 也是为了提携新人 网络大电影呢 可能跟那个稍微可以跳跃一点 思维可以夸大一点 尤其喜剧性可以加强一点 就说白了比较花哨一点 我觉得他们都很敬业 都很认真 也算是提携一下 帮助一下新人